原标题 曹北是乱世中的一小国 为何北方少数民族 却不敢南下捣乱贵双帝国 是大粤之人在中亚建立的强盛意识的大帝国 是当时的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据史料记载 他们曾派使者前来三国时期的魏国朝公 由此可见 魏国当时在西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也可以看出 曹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 是做了极为成功的 现来是 扶取奇异事实上 三国时期虽然是一个乱世 曹魏在地盘上 却保住了汉朝延伸到西域的那一块 没有像五代这种乱世一样 一下就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 甚至连后来宋朝也没能把那一块收回来 那么曹魏这个乱世朝代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通过两个势力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个势力 关渡之战曹操击败 袁绕以后 袁绕以后 袁绕的两个儿子 袁潭和袁上北逃 曹操知道两人有毛肚 利用他们互相攻击的间歇 南下打刘表 遏制了刘表想利用曹操元 绕关渡之战的空挡 扩张土地的势头 当曹操打败刘表后 再回过头来打袁上袁潭 结果两人一死一逃 袁上逃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乌环部落 有人认为可以不用管了 但是曹操敏锐地认识到 袁上和乌环联合起来后 一定能够互相激发作大 因此亲自率军征伐乌环 这一仗 曹操遇到了雨绕泥泞阻塞 粮草供应不足 乌环去险阻挡等各种问题 很多人都劝曹操退平 但曹操最后硬着头皮把乌环打下来 除到袁上 前乌环及汉民众二十余万弱塞 基本上占乌环部落结起 乌环这个势力说明 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曹操并没有充足的兵力 精力和时间 但是曹操却一定要找出空隙 给予强硬回击 遏制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发展的势头 第二个势力 这个势力与文姬归汉有关 南匈奴原本和东汉交好 但是东汉末年 和于东汉势力衰败 南匈奴开始背叛东汉 并多次与东汉交战 曹操统一北方 重创乌环 多次击败匈奴后 一时威震南匈奴 这时候曹操准备把游弱匈奴 嫁给匈奴左贤王的蔡文姬迎回来 左贤王不敢不答应 同时曹操让匈奴缠于丸体呼出拳 前来夜城相见 丸体呼出拳来后 曹操就天天好酒好肉招待他 说你别回去了 就在这里开心过日子吧 同时曹操派匈奴又嫌忙回匈奴去参加管理 并趁机把匈奴分成五部分 让他们各自为政 从而对匈奴进行的内部分化 解除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威胁 关渡之战这个势力说明 曹操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问题上 除了军事打击以外 他的政治手段也非常灵活 最重要的是 他懂得一致一的策略 对少数民族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避免少数民族作大 从这两个势力我们可以看出 曹操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 采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办法 在当时确实吸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也难怪三国虽是乱世 确实中国历史上让我们记忆深刻 值得我们尊重的一个时期 参考资料 三国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